从前有个老中医 碰见一个这样的病人 他罹患了庸疮 就是后背中间的地方 长了个浓疮 这个浓疮慢慢溃烂了 在外面都能看见心脏的跳动 其实已经是无药可救了 老中医想 只能给他转移目标 于是就对这个病人说 你背上这个窗呢 我很快就给你治好了 但是 如果你那个臀部上 也长了窗的话 那我可就治不好咯 就这样 老中医给了病人 一个威胁和暗示 之后 那病人的注意力 就完全没有放在后背上 而是一天到晚 摸屁股 哎呀 可别长窗啊 可别长窗啊 病人的心火因此下去了 可是 可是三摸两摸 每隔几天 她的屁股上 果然长了窗 哎呀 这下完蛋了 非死不可了 于是 于是 就赶紧去找老中医 老中医说 我 没法治了 就给他抹了点药 将就他一下 过了几天 这个病人感觉 痛得就快要死了 又去找老中医 老中医笑笑说 你现在好了 以前啊 你背上那个窗 心都快出来了 怎么治呢 还好 你把那个心火 引了下去 背上这个伤口 长出了心肉 又长皮了 病人很不放心地问 那 那我这个屁股上的窗 怎么办呢 老中医说 你这个屁股的肉 很厚 离心脏很远 死不了的 开个刀 把它割掉 就好了 故事说完了 孟参老和尚说 当遇到痛苦的事 转移目标 想你最快乐的事 心就比较不苦了 如果生病 身心都痛苦得很厉害 就试着转移目标 想自己快乐的事 想没生病的时候 这时 如果愿意念佛 那就能够得到利益了 真正的一心念佛 痛苦减少了 一般认为是佛菩萨的加持 实际上 是你自己转移了目标 当我们被苦痛 逼迫的时候 想着佛 念着佛 念得非常诚恳 这就把烦恼痛苦的心 转成了菩提心 菩萨真来救你 而且 你也得到了效果 以上故事 选录自孟参老和尚的开示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